NCC 張希希 國民黨立委幾乎全員到齊 團團包圍住NCC主委陳耀祥 立委罵聲連連 正認為要求陳耀祥必須儘速給招待 因為就算現在公廣董事長陳玉秀 華世代總經理陳雅玲 以雙雙表達請辭 接下來誰接任呢 在改變的過程當中 NCC會不會介入 文化部是他們的營運的 就是業務的主管機關 華世今天是在開臨時董事會 文化部並沒有介入臨時董事會 什麼時候開始開會 或者是介入誰要當董事長 誰要當總經理 人事權跟節目編主的部分 會是尊重他們 28號華世召開臨時董事會 確定將由政大傳播學院 接任教授鄭志龍 接任下任董事長 不過這回出包事件 裁罰標準究竟在哪 你到底怎麼裁罰 如果沒有一個標準 怎麼樣讓人民信任NCC 根據的就是說 第一個事實的調查 它符合哪個要件 對這個社會的影響 比如說這公共治癒影響 然後它違規的次數 當時52台中天換成華氏 已受到各界不少質疑 如今內部狀況多 難免被放大檢視 NCC表明8月將會 針對華氏做評鑑 但檢討報告何時才有下文 一般處理程序是三到六個月 華氏這個案子來講 的確對我們的整個社會秩序 或是民心安定 產生重大的影響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加快程序去處理 報告時程 陳耀祥坦言會加快進度 但暫時止不住的 依然是外界對華氏的諸多雜音 金新聞謝岑 呂漢文蕭宇智採訪報導 第 事項 本 rund 別 旅立 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